好的,2024年中台灣元宵燈會在中央公園是正式的登場 那可以看到這次台中市府打造了八個主題燈區 其中有一個主題燈區就是打造了29個區公所的地方特色的花燈 那可以看到現場其實有很多一些像是地方特色的花燈 是來到了擺放在現場當中 像是有大甲最知名的媽祖花燈是超級的卡哇伊 也來到了現場讓民眾可以欣賞 那還有像是一些就是區公所 像是有外埔的區公所 還有石岡的區公所 還有厚里的區公所 他們都是以花會來做一個主題式花燈 是擺放在現場讓民眾可以觀賞 那因為今天都是補班日 但是還是有民眾一早就前來這裡來觀看 這個特色花燈我們來聽一下民眾怎麼說 今天感覺還不錯 那因為今天是補班日 特別請假嗎 有些他是今天的話是補班 那我們的工作是可以自己自己排 台中有什麼特色他都出來 他主要是那個特色 我們就知道這個特色在哪邊 好的那民眾有些人呢是特別的請假 就來到這裡來逛元宵燈會喔 那還有的家長呢其實帶著小朋友來到這裡 來欣賞這些卡哇伊的花燈 那因為現在呢天還沒有暗下來喔 就可以看到這些花燈的可愛模樣 待會等到天暗了這些花燈就會亮起來 又能夠看到不一樣的美景喔 以上就詳細情況主播 哈囉我是鄭雅芳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